被警察和安全人员层层包围的是 菲律宾副总统萨拉独特地 最近菲律宾政府风声鹤唳 维安警戒大幅提升 原因是总统小马克氏和副总统狠狠撕破脸 23号早上萨拉召开记者会 公开痛批小马克氏政府贪污腐败无能 还指控第一夫人和作为总统表情的众院议长 利用公共资金谋取个人利益 接着更语出惊人的表示 他已经满胸 因为如果他被暗杀 刺客也会干掉总统 早在今年6月 菲国政府总统不合的消息就浮上台面 当时萨拉请辞内阁职务 其实菲国两大政治家族对美中政治立场不同 加上政治利益分配不符合预期 撕破脸是迟早的事 萨拉在今年10月就曾经表示 他想要砍下小马克氏的头 不过现在公然在镜头前威胁要下国家元首 总统府已经声明将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 萨拉可能要面对监信或罚款 三地新闻 县令局报道